武汉肺炎重创全球尽管疫情趋缓 各国逐步松绑防疫措施 但为了避免疫情再度爆发 欧洲多国计划推出追踪APP 希望透过追踪了解病患的接触者 提醒民众染疫风险防堵疫情 法国政府希望推行自制的病毒追踪APP 以中央控管数据的模式 将搜集到的防疫用资料 统一存放在中央化伺服器 不同于Google和Apple所推广的 分散模式追踪 储存在使用者手机APP上 只有经过当事人同意 才会上传各资到中央伺服器 然而这类使用蓝牙追踪用户的APP 若搭配集中式资料搜集 恐引发用户隐私疑虑 法国政府强调这项城市并非常态 在紧急状态结束后的半年内 所有数据都将被删除 但这个说法不见得能被接受 法国希望绕过Google和苹果两大企业的影响力 自行开发城市 却也因为苹果手机的蓝牙技术而受限 影响追踪功能 无法确切提供卫生单位所需的数据 降低其实用性 不过目前法国政府已决定 无论苹果是否松绑蓝牙影子政策 都将推动自制版本的病毒追踪APP 然而追踪工具还有一个最大的考验 是民众必须手上都有行动装置来配合才行 根据数据专家认为 至少要六成以上的居民使用的情况下 总数据才能达到影响大流行的整体发展轨迹 法国建立的数位追踪技术 能否有效搭起防疫网 仍在考验 中央社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